咱们刚刚不是简单的 给大家说了一下事物吗 对吧 那么接下来咱们继续 这个事物还能有什么用 在这个地方我再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 你看看事物真的一个应用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这个东西 我还是提出来 提出来让你更好理解 否则一会你就晕圈了 我把这两个全关掉 OK 这个稍微小一点 这是一个 这个稍微小一点 这是一个 现在这么看能看得清楚了吧 两个我这个放在左边 这个放在右边 过去 好了 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 讲演着这两个终端 你就可以把它讲这是一个口端 这是一个口端 听得清楚了吧 我不在一个里边显示了 现在把它整成了两个 好了 我在左边这个呢 干件什么事情了 我先select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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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是不是现在查询了这么多数据了吧 太多了 我简单 简单的来咱们写下 别写新了 写新太多了 写个什么了 id 写个name 来 大家看 是不是现在这个信息比较简单了吧 咱就以这个信息单为例啊 来 select 叫做id select id 就是号 然后name from from 故事 来 大家看 是不是当天这两个表是一模一样的吧 因为你当天并没有开起失误 好了 咱们要开失误了啊 开失误第一种方式那会说过 是不是实在是转身 access可以吧 还可以更简单的 就是咱还可以不用 start的那坨了什么呢 begin begin 这个多简单 ok 事物就开了 开了事物有什么特点 第一个 你接下来所有的修改 你也在没有commit的时候他能看得见吗 看不见了吗 这个要切记了啊 好了 他们我就commit我直接提交了 我啥也没有啊 但是我先把这个事物结束 commit提交就结束了 接下来 如果为了更好的理解他们 咱就不用这个表了 我再新建一个表啊 咱们so table 当前四张表 是吧 so table 两个操作一个数据 肯定了嘛 干什么事情呢 我创个表 create table 叫什么呢 比方说叫test test 这个 就叫做money啊 money 就叫money了 就叫money表 他里边有什么呢 有个id int onsigned 然后什么呢 not now 然后还有个叫做primary 对话 没有对话啊 没有对话 对 primary 然后啊 p 是吧 然后接下来我再写上一个什么东西呢 叫做 auto 下括线 increment 然后接下来 我在等会儿再写另外一个东西叫做 啊 咱们写个什么呢 比方说写个 写个money吧 就写个值啊 写nember了 写nember nember是什么类型的呢 int 然后on signed 好了 not now 不能为空 创建零档表 咱们select select select from money表 是不是现在猜 猜也猜不到吧 dsc 然后money 看一下当前的表结构 是不是一个两个 是不是两个质大了吧 这个是组件啊 这个呢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值 但是不允许为 now 那接下来我干净什么事情了 往里边插入三个值 比如说三个人上货 我只剪的模拟 三个人上货 insert into 然后叫什么呢 叫做money 往这个数据表里边插入 values啊 第一个 零 让 key自动增长 然后这个写什么呢 比方说写个 你有一百块钱 然后我再度后我再来一个写上零 然后这种增长 写上两百块钱 然后呢 还有一个账户 零 他有多少钱 零 一分也没有 好了 select select from money 大家看 是不是现在是不是又再三个账户了吧 你就把它想象成三个人的money就行了 第一个人的有一百块钱 第二个人有两百块钱 第三个人一分钱没有 so t boss 是不是这边 是不是立马也就有了这个表啊 那么我接下来干什么事情呢 模拟个转照 我看着让我模拟个转照 我让这个里边一百块钱呢 转给他 听清楚了吧 我让这个里边一百块钱 转给他 那么我怎么办呢 首先 begin 开启误 然后 干啥呀 update 谁呢 叫money set number 等于 number 减一百 不是什么 转账是不是减一百啊 你不能直接等于零啊 你还得计算 别计算 你让他自己计算一下 然后 where id 等于一 你说没错了吧 好了 我已经开了书的啊 走 咱们 select select from money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已经成功了 把这个一百块钱 是不是已经给他删掉了吧 理论上讲 我接下来应该再进行个circle 语句 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知识 是不是给他 把这个的知识 是不是再给他加上一百吧 好了 我们来看这啊 我select select select from money 为什么这里边没变 对 没有提交 这不就是事物吗 先把你的减了 再给他加了 这是不是才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事物呀 这是一个 整体 所以说我没有 permit的时候 这里边就不变 这是对的 但是 我就是想试验试验 干净什么事情呢 我这里边也开了事物 比方说我也要转账 就假如说 请问 转账是不是分为 从他里边捡了给他加 那偏偏我又同一时刻 把这一百块钱 想转给他 是不是也应该 先减一百 加了是不是带给他 带给他加吧 我们看着 begin 开始事物 然后我加了干净什么事情呢 update update 然后 money set number 等于 number 减 咱就这样吧 我给你换个例子 number 加上一百 我先给他加 先给他加一百 我再给他减 请问 是不是也是一个道理 我就是换个输入 我先给他加 咱们就看看 我就故意的整 我就故意的整一整 你不是明明减了吗 我就看 能不能先给他再加 请问 这边 接下来 是不是应该对他加一百 我一次性 我不是现在还看得见一百 我一次性 给他加一百 不行吗 看看 等于 where 谁呢 id 等于 3 看着 走 塞了个新花 去问 这边是不是已经变了吧 那这里 这边会变吗 这边是不是也不会变 好了 接下来你会怎么办 这边你会怎么办 接下来 你是不是就会update where rd 等于2 这个哥们 是不是接下来 你还 加了一百 才行 你是从 从这里边减一百 不是给他加一百吗 你刚刚不是进去 你减了没给他加吧 你加了给他加 好了 看着啊 我加了给他加 好 咱们写了个新花 请问 他转照 解了我这事 解完了之后怎么办 give it 来 give it go 成功了 写了个新花 这一句提交了 对吗 我刚给他加了一百 理论上讲 是不是应该从这里边再减一百 怎么办 id等于1的这个 number等于 number减一 没错吧 好了 三二一 value is out of range 什么意思 是不是 反面这个值本来就是设定的是 inch on sign的 是不是零以上的值啊 那所以说你这个地方一百再减一百 都不就变成零了吗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我明明 写了个新花 我看了这个哥们儿的时候 是他 但是我将来是吧 还是不行的吧 因为 以此时实际上是变成零了 但是你 是不是这个地方本来已经开启了事物 还是相当于原来 你这个哥们儿没有在kmit之前 你看见这个事情了吧 但是人家已经kmit了 因此这个地方你看上来零 是不是实际上是零了呀 零再减一百那不就是变成了负的值了吗 那肯定挂呀 所以是这个时候就不对 听懂吗 我加一百给他加成多了 但是我接下来减一百的时候减四百了 那么正常你应该怎么做呀 是不是回轨呀 你这个时候你kmit是肯定失败的 因为不行啊 row back 走 滚回去 来咱们再查一下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数据啊 就是试这个道理了吧 因此那么也就是说同学 当你在转账的时候 你只要把事物开起来 那么同一时刻 接下来如果要是还要是 对同一个记录里边的 同一个字段进行耗作的话 请问是不是相当于 是不是就不成功了吧 你就必须等待那件事情 做完之后才去做这个事情 其实也就是说同学 体现出来一个道理 数据库里边的增三改啊 实际上他就用到 咱们原来所说的那个什么了 锁的这种思想 用到了锁的这种思想 你要是你开启了收 但是你还没有kmit 但是呢你已经把这个数据给改了 不好意思的 谁要是用到了这行 谁是不能修改的 是个道理的 那么如果你要是没有用到那行 请问下来 是不是该怎么做 什么还要怎么做 通过这个例子 我想给你表达出来的思想 就在此了 多个用户一起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如果我刚刚给大家举的例子 他这个地方的金钱是200块钱 我刚刚的执行是否会成功 会不会成功呢 会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我刚刚本来就100块钱 我把这一般转给他 是不是就不能转给他了 所以说你是想利用之间 他们这个执行的过程 这个期间 想找一点路子去做一走 是吧 不允许 这不就相当于这个走路动吗 这种路动是 my circle里边早就想到了 把这个事情给堵住了 好了 事物就能够做了这样类似的事情 所以说同学们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 事物到底干什么 如果你接下来做一件事情 123456789要做好几步 在好几步是要么成功 要么就不成功 不允许出现一丁点 或者出现一部分 那么你就干脆用事物 咱们的python里边的 sircle语句的执行 是吧 默认是不是已经 相当于开启了事物了吧 所以说到这个地方 同学们就和咱们刚刚讲的事物 就结合起来了 结合起来了 事物基本上就说到这儿 最后强烈点 面试的时候 基本上会问 他会问你事物是什么 用来干什么的 这四个特性又是什么 百分之百会问 这个是问的可能性相当的 注意了